這個禮拜就要過年了 不管是有返商團園 或者是計畫廉價出遊 真的要關心一下天氣變化 因為從今天開始 尤其是入夜之後 會是明顯降溫的 一天會比一天冷 而且帶有水切 目前預估可能會一路冷到 大年初二了 而講到今天 就要先來看到衛星雲圖 其實在今天清晨 先是有封面逐漸通過台灣 緊接著 東北季風就會接力報導 而白天開始 這一波東北季風 就會逐漸增強 在明天同樣會受到 東北季風的影響 不過到了禮拜三 就是冷氣團逐漸南下 那麼在今天會建議 北部還有東部的民眾 出門記得要把雨具給帶上 馬上透過定量降雨 就要帶你來看到了 其實在今天清晨 封面是通過台灣 所以各地都可能會有 局部的短暫震雨 而且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區 如果說有旺盛的對流移入的話 甚至不排除會有雷雨發生 不過到了白天 隨著封面是逐漸遠離 你可以看到 降雨範圍主要就是在 迎封面的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 再來就是其他山區了 那麼其實在今天 特別要注意的 當然還是溫度變化 我們就先來關心一下 目前的室外溫度了 可以看到目前在北台灣 台北來到了17.2度 新竹的部分來到了16.5度 而在南部地區 則是在18度上下 而另外花東地區 也可以看到花蓮 目前來到20.5度 在台東的部分 則來到了23.6度 而隨著封面通過 緊接著冷空氣南下 其實東北季風就會逐漸增強 北台灣在今天是會明顯轉涼的 而其他地區則在入夜之後 溫度也會明顯下降 而在今天早晚的低溫 中部以北是13到15度之間 其他地區則是18到21度 等到了白天 北部和東半部的雲量是偏多的 所以北部高溫大概是17到20度 花蓮地區有機會來到22度 而在中南部還有台東地區 高溫則有機會來到27度 不過要來看到是在沿海地區了 因為雲量也是偏多 所以高溫大概是在21到23度之間 而講到這個禮拜 就用禮拜三放假的前一天 來當作一個分水嶺 你可以看到其實在禮拜三之前 主要就是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不過禮拜三開始冷氣團 就要陪著大家來過年了 隨著禮拜三 這冷氣團是逐漸南下 再加上華南雲雨區東移的影響 你看到全台各地都會變成一個 濕濕冷冷的天氣形態 而且現在預估其實禮拜三 還有禮拜四小年夜 就會是水氣最多的時候 而禮拜五的除夕夜 雖然說水氣會稍稍減少 但是受到了冷氣團的影響 其實在北部低溫是下探來到12度的 而中南部也只有13 14度 而且現在預估會一路冷到大年初二 而且溫度可能會再冷一點 尤其是在大年初一的晚上 到大年初二的清晨 這低溫可能會下探10度上下 你想要真正的回溫轉勤出門走春 可能就要等到大年初二之後 下個禮拜可能會是比較適合的 而最後的氣象小丁寧就要來建議大家 其實在今天出門記得要戴傘 而且穿暖一點喔 因為在今天下班的時候 就會明顯降溫了 再來就是要幫大家加油打氣一下 快了快了 真的快要過年放假了 在今天還是要好好上班 以上資訊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 procedural 蒸 hole 臭水 左盞 廉